各位听众好,我是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执行副总编辑邓嘉玲 今天是大年初一,先祝大家新春愉快 相信很多人过完年都准备要换新工作 因此今天跟大家谈谈如何在面试中脱颖而出 内容出自本刊精彩的文章 要在面试中脱颖而出,有三个秘诀 秘诀一,面试前先想好故事 去面试工作时,务必先准备好许多精彩的故事 你的故事应该能展现你具备该职位所需的技能 同时又有所含义 所以,让你的说词具备两种功能是很重要的 第一,证明你以后一定会表现的优异,对公司有所贡献 第二,表现你的个人特质,像是忠诚、可靠、勤奋等等 同时也别忘了准备一些过去失败的经历 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无中生有 或是谎称你总是太过卖力 你的暗律必须是真人实事 是你从经验中学到的 如此,主考官非但不会贬顺你的意思 反而会更加地肯定你 既然主考官本来就很可能问你缺点或失败的经验 你应该自己先准备好 而不应该临时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秘诀二,面试时不要完全照着脚本走 为工作面试做好准备 包括思考如何回答特定问题是很重要的 但你不会想只是谨守着你的论坛重点 如果你回答得太快,反应太流利 你可能让人觉得你是在说已经演练好的答案 而不是投入一项真诚的交谈 所以,面试官提出一个问题之后 你回答是要停顿一下 即使你已经练习好要讲什么答案 聆听面试官的问题 从中间找出一些关键词来 而且重新应用在你的谈话当中 借此充分回应面试官的问题 这会使得对话显得更为自然 你也可以这样说 除了以上谈话 我也想谈谈我的履历表上没有讲到的事情 这会吸引面试官的注意 让他们不会再漫不经心地看着你的履历表 秘诀三 面试的弦外之音 面试时,主考官可能会问你一个 听都听烦的老问题 那就是你未来五年对自己有什么规划 其实主考官问这种问题 往往能一次收集到不少的情报 所以在你回答前 先思考一下主考官想知道什么 你可以从主考官的问题 或者是评语 听出弦外之音 好比说 若是主考官主动提到 你来应征的职位出缺 是因为之前的人只做了六个月就离职了 这可能是在探听你打算在该公司要待多久 因为人事流动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又或者他问你 请叙述一下你理想的工作 之后呢 马上又问你 未来五年对自己有什么规划 这可能代表他想知道 这个职位是否真的适合你 你能够生润多久 同时记得你在给主考官答案之后 要问一句 这样的答案是否回答了您的问题 以上再次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 说明在面试中脱颖而出的三个秘诀 在帮您整理如下 分别为 秘诀一 面试前先想好故事 秘诀二 面试时不要完全照着脚本走 秘诀三 找出面试的弦外之音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来阅读 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